它跟這個摩滴一樣同樣都是奈米表面 所以它有結合光滑面跟龍芒面的優點 同時也避開兩者的缺點 這是它的一個最大優勢 它的特性就是它奈米表面 它跟這個摩滴一樣同樣都是奈米表面 然後它裡面的是高凝聚粒的矽膠 那整個柔軟度蠻好的 然後這個表面來講它的奈米表面特性就是低甲膜發生率 文件統計大概1%左右 那再來就是說不用按摩 所以它有結合光滑面跟龍芒面的優點 那同時也避開兩者的缺點了 所以是一種新的表面材質 這是它的一個最大優勢 可是它這個名字並不是正式的名稱 香氣樓梯這個名稱是因為它這個廠牌叫賽賓 然後它裡面它這款叫型號叫Sublimity 市場上就流傳著這個名稱 這樣比較好記 不然英文真的很老口這樣子 奈米表面也有人叫它奈米龍芒 摸起來它是一個霧面的感覺 但是在歸類上其實它是被歸在光滑面的 它的特性很特別它介於這兩者之間 同時兼具了這個傳統龍芒面的不用按摩的優勢 同時又具備了光滑面沒有08RAL吸油風險的優勢 那集合了這兩者的優點於一身 這可以說是目前奈米表面最大的優勢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優勢的優勢 樓梯它聽說裡面也有那個識別碼 那大概是在哪邊看得到嗎 然後那個識別碼可以讓我們獲得哪些資料 我不知道 真的沒有 真的假的 真的 所以我們是肉眼看不到的 我沒看到啊 每一顆一如都有它的專屬編號 它會打一個雷射標籤這樣子 去做一個識別 基本上其實不太需要這種什麼晶片 它只是多了一個保障 你當初做好決定植入了以後 其實你也不太會去管它是什麼尺寸了 但是假設一個情況 比如說你經過了10年20年 你今天發生了任何問題 比如說夾磨卵說你要重修做一個手術 你可能搬家了或是出國了 或到另外一個地方 或是原本幫你手術的醫師 就是已經沒有做了已經不在了 那你又找不到你的保固卡 那醫生一定會問你說 那你原本是裝什麼樣的藝乳啊 它這個晶片就是好處 就是說你可以透過掃描去掃描 你就可以知道你現在這個裡面的藝乳 是什麼樣的尺寸什麼樣的型號 多了一層保障啦 可是樓梯又不行 那你就把卡片收好就好了 貝克等級就是針對夾磨卵說的一個分類啦 它可以分為四級 原則上需要手術處理的更換的大概會是第三級跟第四級 所以摩滴跟柔滴原廠都有提供十年保固 就是針對第三級第四級的夾磨卵說可以做一個免費更換 那貝克是第一級的夾磨卵說是沒有任何症狀的 所以它可以把它看作視為一個正常的夾磨的存在 以外觀上來講它可能就呈現一個透明的薄磨的狀況 那第二級的話就是夾磨有形成 但是稍微的沒有那麼軟但是不到硬的程度 所以一般人基本上第二級其實也沒有辦法察覺的 那第三級就是很明顯幾乎任何人去摸都會覺得這是一個硬的程度了 這是第三級的情況 那第四級就是除了硬以外啊 它還同時伴隨著就是變形 或是說結成一個球狀像一個碗弓很明顯 或是變成高低難造成一些疑味甚至於會痛 這個就是最嚴重的程度 第四級 原則上第三級跟第四級的夾磨卵說的話 都是需要藉由手術去改善了 那一些非侵入式的方式或是藥物或是按摩 基本上是比較難去改善第三級跟第四級的夾磨卵說 以材質來講的話這個奈米表面的液乳 它的手術費用大概介於30到35萬元之間不等 那因為每間診所醫院它的價格可能會稍微不太一樣 傳統的光滑圓盤或者是龍毛圓盤的話 可能價格會落在18到22萬元之間不等 那這個也是每一家診所可能會不太一樣 那這給大家做一個參考而已 實際上如果有問題可能還是要自己親自去諮詢會比較準確 每一種夾體都有它的優缺點跟特性 那大家常常會昏頭轉向不知道怎麼選擇 那會非常的猶豫 那我這邊就簡單提供幾個原則給大家做參考 基本上如果說你胸部有肉那不要太瘦 那有一點胖胖的最好 那你可以選擇光滑面的 它就是會比較軟 如果說你不想按摩 不想按摩那你就選擇 龍毛面的粗面的 這就不用按摩 那如果說你的身型是瘦長瘦高然後窄版的 那你又擔心上胸太凹陷了 你可以選擇水地型 那如果你想要同時兼顧光滑面柔軟的特性 跟龍毛面不用按摩的好處的話 你可以選擇目前最新的這個奈米表面的兩款液乳 它們都不用按摩 也沒有這個ALC-L08I的風險 那這邊這樣這幾個方式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以上幫大家介紹幾款常見的液乳 然後即教導大家怎麼樣去做選擇 希望對大家有幫助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們按讚分享 然後開啟小鈴鐺 謝謝 掰掰 謝謝 沒問題 台灣